好了好了好了 嗨大家好又到了星期二下午的西妈时间 我是西妈 嗨我是艾小编 嗨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来了一个会吃就会做 然后刚刚我们在虾皮的已经开始 开始已经有先聊了 聊了追剧 大家最近有追什么剧 最近好多好看的 对因为最近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 对对对对最近大家其实 虽然那个政府没有帮我们升级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在家防疫一下 有些家里有小朋友的 对特别是因为我们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有长辈 大家还是会担心一下 所以追剧的时间变多了 然后很认真的把一些剧看完了 如果有好看的剧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还记得要同时在家里也要健身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有一些很基本的设备 像瑜伽球 或者是一些那种滚轮都可以在家里使用 而且其实健身的时候 我觉得好的那一种服装 虽然说在家里 但是我觉得好的服装也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排汗 或者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安全 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只是做 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学生 刚刚讲就是因为我昨天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 老师我拉到就是拉伤了肌肉拉伤 然后其实如果当我们今天穿的是一件好的一件裤子 运动的裤子 其实可以避免掉这一个风险 对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 对啊那健身的时候 尤其大家最想要的就是减脂 减脂 低糖 对低糖 无肤脂 对无肤脂 所以我们今天来做的料理就是这个 让你在健身之后也可以吃 或者是早上啊 你起来的时候 胃口比较不佳的时候 甚至说早上有的人是早上在168 168的时候 168之前你要开你第一口的时候 你可以去摄取的营养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吧 我们今天主要我们要做两道料理 第一个是用米骨粉 米骨粉 所以是米做的 米做的 不是面粉 因为有的人会面粉过敏 对 然后其实现在提倡说吃多一点的米类会比较好 那就算你在减脂你在减重的时候 你还是要摄取一点点的那个淀粉 对糖类 然后可以加速你的减脂效果 是的 然后再来优格 优格 然后鸡蛋 鸡蛋 对然后还有等一下艾小编会帮我拿出蜂蜜 我们今天不用砂糖 我们就用蜂蜜 然后提点它的香气出来 然后首先我们就做一个米骨粉的松饼 然后再来我们会做一个鸡蛋沙拉 不是鸡蛋沙拉 豆腐沙拉 豆腐然后生菜 然后你喜欢的蔬果 然后拌进去 让颜色缤纷一点 对简单就是要配色 水果就是配色 然后我们今天就不要用市售的沙拉酱 我们等一下就用家里水手拿出来的酱 然后我们来调和一个酱出来 那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我们因为煎松饼需要时间 那我就一边来煎松饼 然后先把松饼的粉先和好 那还记得我说过 不管是什么粉 只要我们要做点心 要过筛 对红粉就要过筛 那今天呢 我们先把优格放进来 那优格它的脂肪量比较低 而且它也会帮助我们的那个 米骨粉的松饼更加的湿润 对 而且它里面有一身菌 对 没错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去买市售的松饼 嗯 对啊 我一开始的时候 刚当妈妈的时候 对 因为小朋友就是喜欢那个松饼 那个香气 然后但是 嗯 市售的松饼 还是有比较多的添加物 对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家里 可以很简单的拌出来 而且毕竟松饼粉不会常用到 嗯 对啊 有时候差不多买了一包之后 用了两次就过期了 嗯 对 好来 那我们就把蛋跟优格先和在一起 好用米骨粉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米骨粉它可以降低过米圆 然后另外一个 它我是用红乃米的那个米骨粉 它的湿度黏度口感都很好 嗯 对 然后就取代了我们原本的那个松饼粉 对 而且红乃米也是台湾在地的 对 没错 我今天啊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台南的 嗯 台南在五庙旁边 我也找了蛮久的 因为一般都是用之前都是用屏东的 然后这次想说嗯 我要用一下台南的特 就是 其实台南有很多地方有后壁嘛 对 就有长米对不对 5米了 对5米了 然后就想说嗯 那我去找一下看台南有没有自己的店家 自己在做米骨粉 嗯 然后就刚好在五庙那边有找到 好 然后这样子 你看因为有优格 然后再加上一点鸡蛋的时候 一颗鸡蛋 那我的比例呢 优格跟米骨粉的比例是1比1 那我里面有放一点点泡打粉 好 再来粉加进去 要过筛加进去 为什么要过筛的原因之前都有讲过 因为其实你做西点料理啊 不论是做什么料理 其实尽量你过筛的话 那细致度会比较好 嗯 口感 对啊口感 然后你也不会说结球 毕竟说面粉放着难免还是会受草 是是是 对啊 而且现在夏天了 我觉得我们特别在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是米做的米粉 它不是面粉 不是 所以它不会有所谓的面筋 嗯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在搅拌的时候 你还是要轻巧一点 对 那因为它本身是粉嘛 所以 还是会有粗细固质 然后尤其是会有一些结块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粉 都过一下 会是比较细致的 是的 对啊 甚至说我今天要做塔皮 我还是一样会过筛 所以那个吃起来整个好细致度 口感 对细致感就会比较好 OK 然后我们就轻轻的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搅拌的时候轻巧一点 然后同一个方向 然后这样拌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同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转一转 这边转一转 这边转一转 顺时钟逆时钟的 对 然后慢慢的把它搅拌一下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用优格 所以会比较稠一点 对 如果优酪乳就会比较稀一点 其实如果你家里有鲜奶 没有优格 你也可以放鲜奶也没有关系 对 那如果说水分你觉得这样吸度 就是太吸水了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兑一点鲜奶 或兑一点水进去 慢慢的加 然后慢慢的用 然后等一下还要加蜂蜜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减 就是减糖 我们刚好说减糖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蜂蜜 然后如果你家里有海藻糖 你也可以用海藻糖 或者棕榈糖都可以 因为我们这一支蜂蜜 我觉得它的香气很棒 所以很适合拿来做松饼 然后取代沙糖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蜂蜜 它是台南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他所养的蜂 然后他自己把它做成蜂蜜 它叫做有蜂 有是友善的蜂蜜的有蜂 那他比较强调的就是说 他在采收蜂蜜的时候 他会不会让任何一个蜂蜜 就是被收到蜂蜜里面去 不杀生 对所以他会相对是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蜂蜜里面 可能就是大量采收的时候 都会有蜂蜜在里面 那就是有杀生了 那无形当中你其实 它有细菌 细菌那个倒还好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素食主义的 所以吃素到底可不可以吃蜂蜜 如果是这个的话我认为就可以 因为你不会吃到真正的生命在里面 那它有很多的讲究 所以也让这一款蜂蜜 它也通过了很多的检验 那我想问一下 像这个我们蜂蜜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储藏它 其实我觉得蜂蜜 我个人我都会比较倾向就是 常温把它放着就好了 其实不用一定要冰 蜂蜜可以冰吗 有些人会把它冰着 但是我会觉得说不用冰 那到是开封之后 到建议还是尽快把它使用完毕 因为我们其实是天然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维生素 对又是天然的 然后又是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尽可能尽早把它使用完毕 也比较健康 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好一点点 嗯好那帮我挖你看 就这样稍微这样的粘长度 好 大概需要多少呢 两汤匙 因為蜂蜜是不会点的 我拿个,那里有汤匙吗? 可是不行,因为我这一支汤匙刚好用面 因为它的粘稠度比较稠一点 你看 这个感觉很棒 是,然后这个蜂蜜啊 它有来自不同的蜂场的 它会到处去收 就是跟器做的一些蜂笼 然后有很深度的合作 然后他们形成一个联盟这样子 那我们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这一支蜂蜜麻痹有分口味呢? 它其实是按照不同的地区 比方说台南的,有桃园的 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花不一样 有些它可能是百花的 有些可能是单一的 龙眼蜜,蜜蜜 所以它味道会略有不同 你看加了蜂蜜进去之后 我们的面糊颜色变亮了 颜色比较亮一点点 对 然后让它休息一下 好,都是需要醒一下 对不对 要休息一下 然后休息一下 我们再倒进去 这样子它才可以融合一下 有蜂蜜,现场有很浓的那种蜂蜜味 对,蜂蜜香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它休息的同时呢 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沙拉 好吃吗? 对,这个蜂蜜的 挖了蜂蜜的汤匙我都会 我还蛮喜欢 对 沙拉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美生菜 然后我们把它摆进去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呢,我要请艾玛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一个 这个时候其实摆盘就蛮重要的 对 因为沙拉,我们先用这个叶子 再做底部的摆盘的那个过程 那这一款本身是 我们一个独家品牌叫做Linked 那它推出一个竹柄 然后本身是陶瓷的 那拿的时候啊,其实不烫手 那你在料理的时候就也会比较方便 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是益材质 所以在整个结合的时候啊 不管我如果是用这个盘子 来呈现啊,其实它都还蛮好看的 那如果旁边我们再把它放一杯饮料 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早餐也好或者是下午茶也好 那宵夜你也可以用这个来煮一碗粥 那都会是一个蛮好的呈现 所以它可以上火吗? 它可以,它可以上火 哦,这样很方便 对 可以煮奶茶 是的 是的 它可以上火 所以其实它可以 我们下面用一个那一个盘 就是瓦斯爐上面加一个铁盘 是 然后上面就可以去烧火了 是 那因为它本身是木饼啊 所以在加热的时候 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下 就像你如果用炒锅 如果是那个木饼的话 也必须要特别留意 好,然后我们就放这样子一点生菜进去 嗯 然后再放一点小黄瓜 其实就是你家里有什么 对,然后配色 对 哇,这个小黄瓜的切法还有一点讲究 对,把它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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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重点呢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set 其实你可以在吃早午餐 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 对,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的蔬果吃的比较少 嗯 而且小黄瓜本身水分也比较多 很适合这个夏天 对 对,就清爽的口感 对,没错 好 然后呢 这个是蔬菜 然后再来一点红色的 番茄 牛番茄 那我今天的蛋白质就是鸡蛋 不是鸡蛋啦 那个每次都讲可能是鸡蛋 那个豆腐 因为我们太常吃到鸡蛋了 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吃素的 食品 对 食物搭着吃 搭着吃 营养素才会吸收 嗯 然后因为豆腐本身也富含蛋白质 没错 然后它又是素食的 就是限制上会比较少 对 如果说你连那个基本的蛋 蛋奶素都会比较避免的话 其实豆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 好 然后再来再放一点豆腐进去 嗯 那豆腐其实还蛮简单买到的 因为台湾就是中华豆腐很多 没错 那尽可能 我觉得一般在做这种沙拉 是不是要选硬一点的豆腐 比较好 通常啊 如果说今天我不煎的话 我就会用两半的豆腐 那如果我今天要煎过的话 我会买板豆腐 板豆腐 对我会做温沙拉 蛋黄豆腐 对我会用温沙拉 然后我就会用板豆腐 然后下次也可以做一个温沙拉 因为今天想说台南原本前两天 比较冷 可是今天好热喔 今天不下雨了 不过也下午稍微热一点点 不然早上起床还是蛮凉的 蛮凉的 对所以想说刚好 因为听说明天天气就会更好 到了星期四的时候 才又会开始下雨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整个摆盘的过程 它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它有一些倾斜的角度 然后让食物它可以有一点层次感 然后你也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 然后让颜色跳出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有什么 对 然后可以有一些妈妈的用心在里面 比方说平常小朋友可能什么 吃比较少的 我可能就在这里面 偷偷的把它放进去 偷偷塞一点进去 其实刚你那个酱汁放进去的时候 然后你的味道就会改变了 是的 OK 好 这个沙拉就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调个酱汁就可以了 是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先一边的 把那个双饼放进去 那这个酱汁的我们已经有讲过 这个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直接从另外一边倒出来 对 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款那个 就是两用 葫芦碗 应该连设计者都没有发现 嗯 对 你看看我就不用再拿着那个 另外一个容器 然后架着我的 是 它本身是一个设计师啊 它 陶艺的设计师 然后它开发出来的 对啊 然后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小的在下面也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大的其实用来吃煮泡面啊 对 我是煮乌龙面 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又有这个料理的时候这一种 呃 多一种功能的一个妙用 小的也我们也秀给大家看 对没错 这一大一小 嗯 这个是小的 然后刚刚在桌面上这个是大的 嗯 那小的其实很适合小朋友学习吃饭的时候使用 嗯 因为刚好可能它的份量比方说可能是 呃十岁啊或者是五六岁以上的小朋友 那你给他一碗饭 然后把所有的菜都把它配在里面 然后筷子就放在上面 那他就可以一个人慢慢的把它吃完 那你如果家里没有松饼鸡的 你就用平底锅去煎它也可以 是是 对然后一片呢大概是煎两分半钟 嗯 嗯 啊当然啦 你煎到就是越后面的时候时间就越来越短 对 因为本身锅子越来越热 热了 温度越来越高 然后其实用我们上次煎过的那一个铸铁锅 其实下去煎也很好吃 是的 那我的习惯我会等它慢慢的烹起来的时候 然后才去盖它的那个松饼机 然后让它上面等一下翻过去就比较漂亮了 嗯才不会焖住 然后可能中间还没有那么的熟透 它慢慢的就会起来了 再烹了 其实它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在吃鸡蛋糕 对有点那种概念 好 好 然后我们计时两分钟 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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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手机手机三分钟 然后我这边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三点十分 计时三分钟 可能就是过两三分钟 对 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听到它啪啪啪啪的声音 没错 现在松饼机其实大家家里都有 那我们来做一下 先我们先把这个油醋先做完 好 然后呢 我们准备一点醋 好 一点醋 然后一点点的 家里有芝麻油 就用一点芝麻油 嗯 先来一点酱油 一点点咸味 一点醋 一点酱油 黑醋酱油 对酱油 然后芝麻油 这里 这里 这里有黑芝麻油 对 然后油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芝麻油其实香气很够 一点点 然后我的习惯 我会再加一点点黑胡椒粉 哦 比较有那种香气 对 好 哇松饼的香味已经慢慢出来了 慢慢出来了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油醋 等一下和一和的时候 对 然后就可以吃了 放在旁边 然后呢 先把松饼等一下要用 所以我们先来准备一下它的摆盘 好 然后这个叉子 我放了一点薯泥 这个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嗯 这个就是一个沙拉的青石 然后我们配一个日式的的一个杯子 这是浸透出的日式的职人手做的一个杯子 然后我们今天装的是五赫的蜜香红茶 一点薯泥 然后我习惯在盘子上面再放一点水果 然后增加它的颜色感 三分钟到了吗 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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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下下 我觉得这个薯泥挤得很像那个毛毛 哈哈哈哈 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差不多了喔 时间差不多了 好 其实做这种甜点的过程呢 也是一种创意发想的过程 没错 然后有时候其实你就搭着搭着 你慢慢的就可以搭出你自己喜欢的感觉 嗯 哇 哇 OK 拿个筷子把它夹起来 好 哇好香喔 对很香喔 其实你看我们用米谷粉做的 嗯 就是少了膚质 然后它的形状跟颜色都差不多 小朋友如果喜欢吃别的口味的 比如说有的喜欢吃有点紫薯的味道啊 或者是呃 巧克力味 嗯 抹茶味 你就在那里面再多放一个味道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一个不同的风味 然后 然后当你颜色冰粉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就更喜欢 那平常啊 这个面粉啊 这个米谷粉 你平常就把它调起来 放在家里 或者是去买一个 然后买完的时候 你记得 我觉得米谷粉啊 要冰 然后你只要记得说 你在做的时候 它的比例是1比1 嗯 就是 呃 液体跟 面粉 就是米谷粉 优格 对 然后还有 刚刚我们加了 优格 米谷粉 米谷粉 大概是1比1的 对 然后但是因为每一家的米谷粉吸水率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起来的大概是那个面糊 它可以稍微滴下去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调起来是那种太稀了 嗯 有点像是鸡蛋蛋黄 蛋黄打散的那种状态 嗯 这样就可以了 还需要吗 还要 啊 倒完 好 然后慢慢 如果说家里没有这种挤花袋的话 你可以用汤匙直接倒进去 嗯 其实重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碗很方便 因为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 是 OK 好 一样再等它 让它稍微 对 再等它一个 就是稍微冒泡泡的时候 我们再来盖起来 这样香气就够 然后我今天准备了红绿葡萄 嗯 相互搭配 颜色多一点 对颜色比较多远一点 那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加蜂蜜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用别的糖 糖粉进去了 对然后我们搭配这个松饼呢 我们也可以冲一杯蜂蜜水 冲一杯蜂蜜水 那就可以直接搭配着来享用这个下午茶的大餐 OK 再煎一点点起来 嗯 这样颜色就比较漂亮 再补一些 对再补个两片进去 对一样 其实你知道它有点像 这个我试过它的味道啊 嗯 它吃起来有点像是星巴克的荷兰小松饼 哦 了解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喜欢吃星巴克荷兰小松饼的朋友们啊 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就可以了 嗯 对因为你平常要买一大包 然后自己回去烤 其实你就是米骨粉和一和 然后加点泡打粉 然后今天的技巧就是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先加液体 然后加蛋进去 然后加完之后呢 再把那个粉过筛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摆盘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迷人 对 看这样轻松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的早午餐料理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叫做会吃就会做 就是这个原因 对因为其实当然你要做的很复杂也可以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你要先前一天先做好 然后先把面糊打好 然后再进去电锅里面 嗯 再进去冰箱里面 然后等它发酵 然后还等多久之后出来 可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忙 有时候是早上一大早起来 妈妈我要吃松饼 是的 对 然后或者说一大早起来 今天我们下雨了 不能出去外面吃早餐 那临时要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早餐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方式 其实我们想传递的就是说 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没错 因为毕竟第一个可能我们也觉得说 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东西还蛮累的 蛮累的 就大家可能想说放假了 我就如果真的要做很多事情 那我到外面吃就好了 可是其实有时候在家里用餐的感觉 是一种幸福的代表 我常常会问我儿子说 如果说你要想一个家的感觉是什么 我儿子会说他希望回到家的时候 是全家人坐在餐桌上面吃着香香的饭 对 那有时候自己到了秋天的时候 秋天就是那种季节 人家总是会比较胡思乱想那种季节的时候 有时候走在路上 闻到一个香气的时候 也会想到说 年轻的时候自己像儿子那么大的时候 然后也喜欢那个味道 因为妈妈总是会煮的那个味道 你说什么三杯鸡 我永远都记得我妈最会煮三杯鸡 是的 然后可能闻到那个味道 就会想到家的味道 可是有时候我们过于忙碌 没有办法传递一个家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你就偶尔这样简单的一餐 我觉得在孩子大的时候 他真的会反馈给你 他记忆里面很多这样的东西 他记忆里是 爸爸有一天突然起来帮我煮了松饼 妈妈竟然起来帮我做了什么 他记忆里面就有 那这是一种他成长的养分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今天 我们几集这个西妈料理时间所做的东西 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让你用很简单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说 就算是带着孩子或者是一家人一起做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过程 那也会让小孩子其实 更多的来记住这一种一家人在一起的一个时间 没错 因为其实做料理如果 他把它变得很复杂也可以 可是这样就失去了料理的开心的意义 很复杂的 我认为我们就是到外面去吃 然后在家里的更重要的是同乐 然后把那个过程简化 然后让全不管是谁都可以下厨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就是没有一个人他是有理由说我不会做 对没错 ok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稍微大一点点 这个我吃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了 两个东西 一个是无敷质的水果搭配薯泥的一个点心 松饼 然后我们配的是一杯蜂蜜水 然后配一个比较轻量级的 这个是豆腐沙拉水果沙拉 然后我们自己调了一个油醋酱 然后这个配的是一个蜜香红茶 就是午后的蜜香红茶 然后这样子两个set就可以满足 其实一家可能是两口三口的一个下午 或者是一个早上的一个健康啊 或是饮食均衡的一个需求 没错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在家里 大部分都是有常备的 假设说你今天不用米骨粉 因为米骨粉毕竟有时候很买不方便 那你就拿出低筋面粉也可以 是 所以就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的一道料理 嗯 没错 好了 我们今天料理时间快结束了 对 很成功的 对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料理哦 对 今天的会吃就会做我们介绍的是 松饼跟那个豆腐沙拉 因为我们以往都放鸡蛋放习惯了 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改了一下就是素食的料理 不论你吃荤的或吃素的都可以 而且特别是这一款蜂蜜 连素食的人都可以吃哦 对 你不用怕会吃到蜂涌 对 没错 所以推荐给你 这个也是很多蜂蜜的业者 他不会告诉你的一个秘密 对没错 好啦 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 谢谢 拜拜